第九屆全港運動會游泳及智障人士游泳決賽 分別在6月1日和2日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進行 賽事分開個人和對際項目 今年的游泳比賽有幾個項目還刷新大會紀錄 在這裡恭喜各位得獎者 在6月2日荃灣體育館有女子排球元朗區和荃灣區的冠軍戰 頭兩局以1比1局數打和 之後荃灣區越戰越勇 最後以3比1局數贏得女排冠軍 恭喜 另一邊男子排球上演了一場元朗內控的冠軍戰 因為是元朗一隊對著元朗二隊 在3、4局的戰況非常緊張 分數經常保持著一分之差 最後由元朗一隊成為今屆藍牌冠軍 在5月26日條項靚體育館進行硬地滾球比賽 今次是港外會首度為殘疾人士體育比賽加入硬地滾球項目 硬地滾球的規則 上方已在規定的區域內 將自己6個紅色和藍色球盡量投近白色目標球 還可以通過撞開對手的顏色球或目標來改變局勢 最後賽果 港島南區在個人賽和雙人賽奪得冠軍 至於團體賽就由九龍西區獲得冠軍 恭喜各位得獎者 第九屆全港運動會正式揚滿落幕 閉幕禮在6月9日九龍公園體育館隆重舉行 當日頒發了多個獎項 見到各位選手為自己和所屬地區力增殊榮 除了展現征戰的技術 更加表現積極的拼搏體育精神 元朗區在今屆全港運動會獲得最多金牌的社區 恭喜 恭喜 三二一 世界大全港運動會獲得黨產運動會獲得最多金牌 元朗區 恭喜元朗區 恭喜元朗區 會是一個給運動員展示實力的全家園區 促進了十八區的建築家 增進社區的項目 我想在這裏分析 每一位運動員和官裁的市民 多謝你們親身的支持 每港的體育體育成事 也都祝願大家在這裏面的職業 但我應該還要考慎在這裏共同的樂趣 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全城約動 I see me I am yes 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多得有你的參與 活動才可以順利舉行 約定你下一屆全港運動會再見 I know I know I know